哈囉大家好 我是衣服 現在在造橋車站 然後今天 我的目的地是 豐富車站旁邊的高鐵站 這個禮拜我終於 終於 可以不用做了 兩個小時的去監測回台北 因為我想說 一直走台十三甲好像也挺無聊的 我打算先去北市西清水廊道 然後就走它的清水廊道去那個客家園樓 然後再從客家園樓去高鐵站 坐車回台北 好啦 那去清水廊道大概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們就很快出發吧 感覺天氣變冷好多 然後12月真的 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 今天從 台北出發的時候 我也就 我不想從棉被偷出來 因為出棉被就覺得好冷喔 老家就想要捂回去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個星期才只有一個車站而已 這麼短的距離 怎麼可以偷懶呢 然後我就還是起床了 就 不過苗裡這裡天氣還不錯 有太陽耶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地板都會濕了 台北就是下雨 唉 最近啊 坐長途的區間車 就是大概從我每次走到目的地 然後坐回去台北 我最好大概花兩個小時左右吧 所以我今天看到 目的地 溫富車站的隔壁 就是高鐵站的時候 會有一種耶 高鐵 我可以坐高鐵回去 我終於不用空兩個小時的區間車了 大家能夠理解我的興奮嗎 可以早點回家的小決心 天氣變冷 就快很想吃那種 熱呼呼的東西 好像是火鍋啊 或者是那個 鍋子 鍋燒意麵 麻油雞 薑米鴨 燒仙草 薑汁豆花 喔 突然好想吃拉薩喔 大家一直都在想 冬天可以吃的東西 越想就越 嗯 晚餐 魚現在連中午都還沒到 我就已經在想晚餐了 越南料理的魚湯米蟹也不錯 皮蛋瘦肉粥也很不錯的感覺耶 我現在滿好的都是那種熱呼呼的食物 麵線糊 鴨肉羹 吐托魚羹 抓到吐托魚羹 我喜歡吃甜的吐托魚羹 我去台中讀書的時候 吐托魚羹不是甜的 我都吃不習慣 為什麼不是甜的 然後炒蒜魚不是也要有點甜甜的才好吃嗎 我很喜歡那種天鮮天鮮的味道 羅宋湯好像也很不錯 我喜歡吃酸辣湯酒 欸糟糕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吃的 綠色狼道 好像 我那邊也會到耶 反正殊途同歸 就走小路 我不喜歡大馬路 所以這裡的狼道道的綠色在哪裡 你有跟我說這些 頭頂凸凸的樹叫做綠色嗎 感覺它跟我想像中的綠色水道不一樣 我覺得我是來補充太陽冷的 把一週份的太陽曬完 然後再回去台北努力 台北都沒有太陽 我到台北生活之前 從來不覺得 烘衣機或者是除濕機 是一個必要性的家具 到台北之後完全不一樣 洗衣機怎麼可以沒有風乾的功能呢 加油怎麼可以不擺一台除濕機呢 它就是這麼潮 台北超潮的 不愧是頂尖潮的城市 走在潮的尖端 好像又接回台十三甲了 好啦 我們結束了這段 很不綠色的綠色狼道 希望它有變成綠色的一天 到時候再來走 不知道 我想吃東西 都怪綠色狼道不夠綠色 沒有轉移我的注意力 害我一直想吃的才會肚子餓 清水狼道還要多久快到了 我剛剛錯過 我錯過嘴彎路口了嗎 天啊 白費力氣 都在肚子餓 都肚子餓了 海浪海力氣 玩弄吃就是 不能 不看著地圖走路 我已經看到夫婦車站 這讓我有點猶豫耶 我是不是應該直接去車站啊 我肚子好餓喔 現在還要去 我肚子餓了 清水狼道好像有一點 繞圓路耶 還要半小時而已 怎麼辦呢 好啦 我覺得我還是要去一下清水狼道 都出來走了 不就是想要看些好看的在回家嗎 所以說什麼 有多壞事 也很豐富 我們kiego 點飯 吃點飯 你吃點飯 好 嗯 可以吃點飯 可以吃點飯 好 可以吃飯 好 嘿 我就要去開餸 我吃點飯 你可以吃點飯 如果你聽到 看到階梯了 就是從這裡下去吧 別拖到了 好吧 我覺得這裡至少看起來好像比 剛剛那個綠色隧道好看一些 看起來不錯好像滿適合散步的 怎麼都沒有人呢 對 對 要是 對 對 對 好了拍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往下一个目的地前进吧 走个12分钟就会到了 本来说12分钟会到客家园楼 被我一拖我都不晓得多久了 但是看到想要拍的东西 就停下来拍 我就是图图环岛的醍醐味吗 随时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其实这里蛮好拍的 然后又不会有一堆人入境 没有人跟你抢 这里是可以当私房拍照经纪的地方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走去客家园楼呢 好啦不行我真的要赶快过去了 我的手机快没电 这是客家园楼耶 到了 可是我要怎么下去 要入口在哪里 它正面在哪里啊 然后进去里头看看 我的手机快乐 我现在就要在这里 给看他这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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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